胜利既是正义的保障 口径既是真理的依据 射程既是和平的范围 美国长达数年刻意渲染的民主自由 也是为吸血服务的 也包括做最坏的准备 打仗 我们兔子说了 鹰将你这个想法不错 我兔子就把它做出来了 长脸就寻思着 这他妈不是废话吗 而共产党是这个世界上 唯一为了中国富强奋斗的政党 它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政党 长脸真的他妈找不出来 我能有什么理由不去支持它 如果我们不同共产党站在一起 那你告诉我 我该和谁站在一起 哈喽大家好 我是长脸 前两期讲了美元霸权 如果看完之后 有兴趣进一步了解的朋友 现在就也应该想到 支撑着美元霸权的 其实就是美国的军事霸权 之前长脸也提到过 美国发战争财 今天这一期就进一步归纳一下 美国如何用武力维护美元霸权 以及与我们中国之间进行的军事较劲 全世界打仗都是烧钱 只有美军打仗 虽然也烧钱 但却可以一边烧钱 一边赚钱 这一点 其他的国家做不到 比如俄罗斯就是越打越穷 但是美国却越打越富 虽然也有失守的时候 但大部分是利大于弊的 首先的一个原因就是地缘环境不一样 美国是海权环境 而俄罗斯是路权环境 美国的地缘环境的东西两大洋 南北无强敌 类似于英国一样 属于海权战略环境 英格兰基本上也是 只有北边的苏格兰 算得上是路上的敌人 但苏格兰和墨西哥一样 战斗力不强 这就导致了英国和美国的本土 很少发生战争 也就是说战争大部分的时候 发生在其他的大陆 这样美国就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获利 一美国会向战争双方提供生活等物资 二向战争一方提供军火 三和交战双方谈条件 获取经济以外的权利和利益 这也许比眼前的经济利益 更划算 四其他的有利条件 比如购买土地 五到了战争后起 美国会最后一个参战 捞取战利品 美国的地缘环境 让他们天生就是一个高手 而美国自己挑起的战争呢 一般都是打击有经济价值 或者战略价值的国家和地区 比如1989年的巴达马运河区 2001年打了阿富汗 然后2003年又打了伊拉克 这些都是有利可图的 1989年比较久远 咱们暂且不提 先来看看2001年打阿富汗 可能有朋友会说 这明明是在911之后一个月发生的 是为了对基地组织进行报复 和对支持基地组织塔利班的惩罚 才发动阿富汗战争的 这时候就又可以记出 我们老祖宗的话了 就是聪明人不打无把握之仗 老铁们觉得美国不聪明吗 长脸觉得美国是很有小聪明的 所以一定不会去打 一个没有把握的仗 但是根据资料记载 美国打阿富汗的时候 战争打到一半 就把巡航导弹打光了 美国国防部不得不下命令 打开核武库 取出核导弹 摘掉核弹头 换上常规弹头 又打了几百枚 才把阿富汗打下来 这明显证明 美国准备并不充分 但是大部分的老铁们 都以为是阿富汗不好打 拜托靠发战争才发家的美国 会出现这么大的军力预估偏差吗 可是美国为什么这么仓促的上阵 因为当时美国人的日子 就快要过不下去了 美国作为一个产业空性化的国家 每年都大约需要 七千亿左右美元的纯收入 才能过日子 听清楚 是纯收入 可911之后 美国的信用被全世界质疑 拥有这么强大的军力 结果自己国家的安全都不能保证 那怎么能保证投资人的资金安全呢 结果就有大约三千多亿的热钱 离开了美国 这就迫使美国必须尽快打一仗 这一仗不仅是要惩罚塔利班和基地组织 还要给投资人一个信心 让投资人再一次相信 美国可以保证他们的资金安全 随着第一枚导弹 在喀布尔炸响 道琼斯指数迅速回升 一天之内回升了600点 流出去的资本开始回流美国 到年底 大约有4000多亿美元回流美国 这正说明 阿富汗战争是为美元而战 为资本而战 我们再来看2003年打伊拉克 很多人都认为 美国是为了石油 其实并不全是 因为打完伊拉克 美国并没有从伊拉克运走石油 不但没有运走 战后的油价还从38美元一桶 一路飙升到149美元一桶 美国人都没有因为美军占领伊拉克 而享受到低油价 所以美国打伊拉克 并不全是为了石油 而是为了美元 听完长脸前两期的朋友们应该知道 全球石油交易 用美元结算 那么就应该能理解 美国为什么要打伊拉克了 因为伊拉克是产油国 在产油国打仗的直接后果就是 油价飙升 油价一飙升 就意味着 全世界对美元的需求也提高了 当油价飙升后 各国手里的美元会出现 买不到预计需要的油量的状况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就只能去找美国人 拿出自己的财务或者资源去换美元 而这时候 美国政府就可以名正言顺 光明正大 开动印钞机了 这就是通过战争 通过在产油国打仗 打高油价 打出全世界对美元的需求 同时也是在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 对于萨达姆有没有支持恐怖主义 有没有支持基地组织 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些问题老铁们应该清楚的知道 就是没有 但萨达姆为什么依旧不得善重 因为萨达姆自作聪明 以为自己掌握着石油 就可以在大国之间玩火 我们来看一个时间点 1999年欧元启动 而萨达姆随后做了什么事呢 他宣布伊拉克的石油交易 用欧元结算 这就是在美国和欧盟之间玩火 当萨达姆在将石油美元 换成石油欧元的时候 他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而萨达姆的这个行为 也引发了连锁反应 俄罗斯 伊朗 委内瑞拉 都宣布自己国家的石油出口结算 也要用欧元 可见别国并不想用美元 是板上钉钉的 而这无疑就是在断美国的根 所以美国人想打伊拉克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而且就在2019年的今天 同样的事情还在发生 这个我们以后再讲 我们先继续往下聊 如果没记错新闻的话 美国在打下伊拉克之后 立刻在伊拉克就成立了临时政府 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 宣布伊拉克的石油出口 从欧元结算 改回美元结算 那时甚至都还没有抓到萨达姆 而且打伊拉克 可是以他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理由的 但是实在找不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美国人 最后拿出了一管洗衣粉 在那晃一晃 就算是给全世界交代了 这还不足以证明 美国人在用武力维护他们的美元霸权吗 而在宣布完这道法令之后 大多数好出油的油田 才都把持在西方人的手里 他们搞了一堆强制担保 利用美国的政治力量 把油田搞成一个一个的独立王国 巴士拉的第一大油田 就曾一度掌握在美国人的手中 打完仗的美军 还赖在伊拉克不走 每天CH-47运输机在天上飞着 真真是 弱国无外交 现在美国跟伊朗掐架 想用伊拉克做跳板 而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 也有被伊朗炸的危险 顺便说一下 打完伊拉克后 美国把十多年进不了伊拉克国境的扎卡维 请了回来 2003年以前 从未发生过自杀性奇异的伊拉克 一个月死了4000多人 再被ISIS把摩索尔移为平地 伊拉克国家博物馆的文物 大量被走私到西方国家 全在拍卖行和大学里 伊拉克最值钱的就是古文明 现在遍地外国的考古队 巴比伦的伊斯塔尔门被整体搬到德国 原地只留下一个复制品 美国人还把巴格达市中心四平方公里画出来 建个绿区 里面只有西方人享受着安全 管他外边洪水滔天 伊拉克00后的年轻人 今年才第一次见识到 自己的家乡的这块地方 是什么样 第一次亲眼看见 无名烈士纪念碑 且不论伊拉克的独裁统治下 人民到底幸福不幸福 独裁的统治也算结束了吧 你美国所谓的人道主义援助 在哪呢 就撒字 扯犊子 要不是我们中国 在伊拉克也有项目 帮助伊拉克做重建 没有中国的公司 巴格达一天停电20小时 巴士了 连一口干净的水都喝不上 而你们美国人在干啥呢 当ISIS闹起来的时候 西方的公司 一个跑得比一个快 人都跑干净了 中国的公司开建的项目 为了不耽误工期 和当地人一起加强安保 是硬顶着把工作干完的 现在还在吹嘘伊拉克恢复的挺好 吹嘘美国的民主自由 人道主义 一边再顺便黑一下中国的人 先去问问伊拉克人 答应不 是真当人家被战争打傻了 不会比较吗 上面说了石油结算问题 顺便再说一下利比亚的卡扎费 更过分 连欧元都不用 要用黄金结算石油 于是欧洲人不干了 干掉卡扎费的就是欧洲军队 先开始动手的就是法国 所以法国占有利比亚 34%的石油主权 剩下的三分之二归了其他的战胜国 这就是在职民化 什么他妈正义 只是重新控制别国的石油资源 所以综上总结 当今世界的局势之一就是 如果一个国家有十几亿 几十亿 甚至上百亿美元不想要了 那这个国家就可以用这些美元 在国际市场上购买 石油 如果这个国家是个产油国 不需要石油 非要把这些钱换成人民币 或者欧元呢 那美国人会自动把这些钱换成武器 撒向这个产油国本土 而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足够的防御能力 那随时就会被美国随便找一个理由 打到国破家王 因为美国是靠吸血为生的 美国长达数年刻意渲染的民主自由 也是为吸血服务的 在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的保护伞下 他对其他国家的军事打击几乎可以是无差别的 打完就走 完全不会顾及那个国家人民的死活 美国人永远会告诉他们 你没有了家 但你拥有了自由啊 但指望美国人帮助他们重建家园 那大概只会在梦里实现 所以只要美国还靠吸血为生一天 只要西方发达国家 还主导这个世界一天 如果你没有强大的军力在背后支撑 什么功力正义都不会存在 那些闭着眼睛 要我们中国人相信 这个世界将公平正义 保护自己 不需要使用武力 反对我们中国发展军事的 麻烦老铁们 听到谁在这么说 上去就给他一个大嘴巴子 这些垃圾 百分之一万 就是要我们 自断军事防御的臂膀 要我们乖乖挨仔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美国是怎么对待我们的 因为我们曾经 有过和伊拉克一样的 被侵略的历史 中国现在的态度 一直就是只有中国人 能保护中国人 不受外敌欺辱 胜利既是正义的保障 口径既是真理的依据 射程既是和平的范围 不管你外界是什么声音 我们中国都永远不会停止 发展我们的军事力量 2010年 美国空军和海军首脑 联合提出了空海一体战 这一针对中国的作战理念 美军过去认为 他们用空袭可以打击中国 用海军也可以打击中国 结果美国发现 自己的力量 无论是空军 还是海军单独使用 都不可能对中国构成优势 必须空海联合才行 这就是空海一体战的由来 但是到了2015年 美国人又认为 在十年内 美中之间不会发生战争 因为美国人 研究完中国的军力发展之后 认为以美军现有的能力 不足以确保抵消掉 中国军队 以建立的一些对美优势 比如攻击航母的能力 摧毁太空系统的能力 所以美国就必须再拿出 十年时间 发展更先进的作战系统 以抵消掉中国的某种优势 这意味着美国人当时 把可能的战争时刻表 拨到了十年之后 也就是2025年 我们中国人习惯未雨绸缪 共产党又是中国人精英里的精英 我们知道要想保证 2025年不会发生战争 就需要在这十年内 把我们自己的事情 继续做到更好 也包括做最坏的准备 打仗 那要如何避免战争呢 就是在美军对中国还有忌讳的时候 第一 依然是继续提升我们的军力 要有能力让美国继续对中国的军事防御力量心存忌惮 第二 就是要率先打破美元霸权 动摇美国的根基 哪怕美国要在这个时候打过来 凭借我们的军事防御力量 还可一战 全世界都知道美国航母编队的厉害 美国开着航母 开着军舰 打着自由的旗帜 横行霸道 干涉别国自由 早已是常态 但是历史上 航母早已是物流时代的产物 当时只要谁控制了海洋 谁就能控制全球财富的流动 可是到了今天 世界已是网络科技时代 成百上千乃至上万亿的资本 从一个地方流到另一个地方 几秒之内就能完成 航母现在已经跟不上资本的速度 也就无法控制全球资本 它更多就是一个大国的标志 当初美国也是各种忽悠 中国不要搞航母 国内也有一群人认为航母没用 但航母的防御价值不容小觑 这恰恰是我们中国需要的 因为中国不需要靠武力扩张来发展 只要中国本土和平稳定 中国就不会败 这也正是美国不想看到的 幸好中国随时都有一部分领导人 和民间的爱国企业家脑子还比较清醒 美国没有忽悠成功 让中国赶上了航母的末班车 美国的海上霸权被削弱 随后美国为了能继续压制中国 确保美元霸权 又要在韩国部署萨德 顺便提一句 韩国可是民主国家 民众当时强烈游行抗议 但奈何 韩国政府无法反抗美国 韩国人的民主自由 就这样被美国践踏了 2016年 萨德在韩国本土部署 中国政府也极力抗议无果 美国洋洋得意 中国国内蒸蒸吵吵了好几年 部署萨德成功了 共产党就只会抗议 骂共产党软弱无能的论调 又开始蔓延 好在这次打脸没有等太久 老铁们应该都看了这次国庆70年阅兵吧 其中最亮眼的那颗星 能把萨德干穿的超高音速 东风时期出来了 它是世界上第一款 用上前学森弹道 从而达到高超音速的使用导弹 东风时期到底有多牛呢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它的速度可以达到十倍音速以上 这就意味着几乎没有国家可以拦截它 被外美吹成神器的萨德 只能说交完保护费就让萨德退休吧 而航母舰群只要进入东风时期的2500公里的射程范围之内 就等于报废 美军东南亚的布局可以说已成为鸡肋 东风时期可以五分钟之内摧毁美国在亚太 70年辛辛苦苦的投资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 清空某些地方的所谓防御系统 所谓的导链防御也不复存在 美国人现在正在搞的庞大的全球快速打击系统 就是用弹道导弹 超音速飞机 甚至十几倍超高音速巡航导弹 迅速打击任何资本云集的地区 美国号称他们可以28分钟打遍全球 不管资本在全球的哪个地方云集 只要美国不想让资本在那个地方落脚 导弹就可以在28分钟之后赶到那里 当导弹落下去的时候资本就乖乖的撤出了 他将替代航母继续为美国武力维护美元 而这些玩意儿用脚趾头想都能想明白 是用来对付中国的 但是在看完70周年大阅兵之后 现在老铁们听着长脸上述的描述 这个正在搞的全球快速打击系统 是不是有点眼熟 好像在哪见过 我们兔子说了 鹰匠你这个想法不错 我兔子就把它做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看见了70年大阅兵的压轴出场了 被人民日报誉为以礼服人的东风41 我就不说国内网友如复读机般的 卧槽 牛逼 吊炸天了 直接上路透社的评价 这是地球上最强大的核武器 确实卧槽 牛逼 吊炸天 东风41的速度可以达到22马赫 比东风17更快 试射成功率是百分之百 没有失败记录 射程超过全球所有导弹 可达1.5万公里 也就是能将澳大利亚 美国 加拿大 完全覆盖而已 一枚东风41还可以携带 10枚分岛式核弹头 每个核弹头都有自己独立的飞行轨迹 30分钟之内就可以在美国遍地开花 让美国知道啥叫天女散化 防不胜防 而美国的那些假事呢 是不是还没开始服役呢 其实长脸觉得 我们土共是有美国PTSD的 就跟那些反共反华的人 换的那个战狼PTSD一样 但是那些反共反华的人 一听到战狼 就只会口吐白沫 全身抽搐 四肢瘫痪 手指抽劲 狂砸键盘 而土共啥症状呢 看过那兔的老铁妹应该记得 兔子对毛熊还是鹰匠说过的那句话 你别过来 你再过来 我就炸了 土共真的就是在用行动证明这句话 土共的美国PTSD的症状反映为 只要看到美国 土共就想要搞军事科技爆炸 美国搞萨德 土共就搞东风17 美国搞全球快速打击系统 搞台湾省 土共就搞了北斗 箭20 无人机 东风41 东风21D 东风26 直箭20 长箭100 巨浪2 英机18 空警500 以及 一武式坦克 其实 这些都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 依照惯例 中国历届的大阅兵上展示的武器 可都不是我们最新的武器 这意味着什么 就不用长脸说了吧 总之 土共的美国PTSD 已经严重到 觉得光能打萨德 已经不够了 还得能打美国航母 美国飞机 还得能直接 打到美国本土 总之 就是要让美国忌惮三分 不敢靠近我们中国 就对了 正如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说的那样 中国的国防政策 始终是防御性的 看完那些外媒的报道 请相信长脸 这次大阅兵 展现的军事实力 足够让西方国家 惊掉下巴 这能给我们中国 至少再争取十年的和平 打破美元霸权的前提 一定是先要 打破美国的军事霸权 而共产党 带领着无数科研工作者 做的以上的这些事情 全都是为了给我们中国 争取到更多和平发展的时间 我们中国的危机并没有过去 美国还没有罢休 台湾岛还没有统一 全体中国人都应该记住 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提升自己 为中国的科技强军 实干兴棒 尽一份力量 随时都能够迎接外国的挑战 还有太多太多的人说 打败美国是做不到的 太难了 算了吧 长脸就寻思着 这他妈不是废话吗 不是傻子 都知道这很难 但是难就不去做了吗 我们普通人身上 什么责任都没有 当然可以随时放弃 但是共产党行吗 只要是中国的出路 再难 共产党人也要去做 当然共产党也是人 不是神 除了不断的试错 不断的去做 没有别的办法 路子走对了 是人民万岁 走错了 就是共产党背负着骂名 继续试错 直到成功为止 共产党一直以来 不就是这么做的吗 长脸相信 共产党人的出现 从未改变 反华分子 其实最恨的是什么 老铁们知道吗 他们内心深处 最恨的 最恨的 其实是 这狗日的共产党 到底有啥能耐 居然能让十几亿人 愿意包容他们犯错 并陪着他们试错 他们无法接受 翻旧账 黑历史 搞对立 这在西方世界 用来煽动 暴力颠覆政权 居士不爽的老三样 在中国大陆 居然是屡屡吃鱉 现在 甚至变成过街老鼠 他们最后 只能狠狠地骂一句 愚民 看看这些西方发达国家 几乎都想着要 推翻共产党 掠夺我们中国人民的财富 而共产党 是这个世界上 唯一为了中国富强 奋斗的政党 它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政党 长脸真的 他们找不出来 我能有什么理由 不去支持它 如果我们不同共产党站在一起 那你告诉我 我该和谁站在一起 七十年前 为了开国大典 升旗装置需要的吸 捏 落 从锅碗瓢盆 到长命锁 家家户户 深夜支援 到了七十年后 如今的国庆大阅兵 北京市民 你三支 我五支 凑齐了七万只鸽子 当天鸽子的回家率 是百分之九十 估计前几天 这个数字会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剩下的迷路傻鸽子 也会更新找的对象生活 据说 据说有一支 飞到了河南 所以西方人能知道 中国最重要的武器 都是放在最后的 可是 即使他们看到东风快递之后 出场的一大波群众 也永远不会理解 什么叫 人民 这 才是我们中国最伟大的力量 这 也是为什么直到现在 能坐在中南海里的 依然是中国共产党人 而不是那些 只会说着 这做不到 那做不到的 然后痛骂共产党不倒 中国不会好的 那些废物 反华废物们 你们他妈的不配 请老铁们一定要记住 中国百年来的屈辱史 完全能够证明 用退让换来的安逸 都只是暂时的 下跪后 失去的尊严 永远也拿不回来 中国只有达到完全的强盛 才能够让西方学会公平竞争 中国只有脚步不停的拼发展 才能长治久安 谁能让我们中国再次伟大 就是我们仅仅团结在一起的 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 好了 今天聊这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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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